从蒙昧到文明 人类离不开先进的技术与发明 然而 泯灭人性的发明却同时出现 对人类甚至地球造成了重大的危害 今天就跟着小星来看看 人类史上最邪恶的十项发明 究竟有多可怕 TOP10 反应庭 1950年 一款治疗孕妇呕托的反应庭在西德研发上市 然而这款发明到了1960年 在欧洲地区出现大量的畸形耳朵 他们四肢短小扭曲 壮如海豹 经过多方调查 成因正式反应庭 其中多达4000名婴儿 不到一岁就夭折 反应庭正是首个治疾人类的药物 TOP9 额叶切除手术 1935年 额叶切除手术正式诞生 由于这项精神病治疗手术 简单安全的技术 甚至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很快被神话病滥用 很多非精神病患者 甚至不听话的小孩 也被强制进行手术 当然 手术过程相当残忍 在每只眼睛的上面刺入破冰锥 并通过徒手搅动破冰锥 来切除前额叶 术后他们变得呆滞茫然 如同形式走肉 这项手术最终被列为禁术 TOP8 安全带插片 1958年 三点式安全带的诞生 使车祸死亡率减少了57% 但不知何时起 挽救生命的装置 被安全带插片替代 这种插片能骗过汽车报警系统 使人不计安全带 也能正常驾驶 在电商平台上 竟然有多达700多种各式各样 精巧别致的插片在销售 无形中酿成悲剧 TOP7 果族 为了迎合畸形的审美和压迫 在明清时期 女性自幼裹脚的封锁一直存在 成为历史上最邪恶病态的符号之一 当时 为了让小脚更快地裹成 裹脚部里 甚至会放入一些木片和碎陶瓷 导致女性脚部快速腐烂 直到1912年 孙中山发布 劝禁禅足文 遗害女性千年的裹脚风俗 才逐渐废止 TOP6 脏弹 脏弹也叫肮脏炸弹 是将放射性粉末 用炸药喷溅到大片区域 之所以称之为脏弹 是因其严重污染环境 且导致80%致癌死亡得名 脏弹的制作难以程度远低于核武器 只需要核废料和炸药 最小能缩成鸡蛋 TOP5 沉浸 越战时期 美军为了使越共士兵无处藏身 从空中大量喷洒化学除草剂 成绩 引起大量的树林消失 7600万升的成绩短时间内 可以让大片森林和稻草成为荒原 导致数十万陷入大饥荒 TOP4 毒气 毒气诞生于一战 被认为是高级的杀人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 约有6500万人参战 其中有2000多万人受伤 超过1600万人丧生 战况之惨烈 令人不忍之事 二战时期 全球有数百万人死于毒气侵华战争 毒气兵是日本的常设兵种 日本在战争时期 共产生7376吨毒剂 10万中国人丧生毒气种 TOP3 毒鼠墙 毒鼠墙变鼠效果极佳 发病快 毒性强 只要老鼠吃进去必死无疑 不过 此物会引起二次中毒 猫吃掉了死老鼠也会死 一旦老鼠要进入粮食中 我们人类就算经过讨喜争主 毒性依旧不解 曾经因毒鼠墙造成过很多次的群死群伤事故 TOP2 头子 头子最早出现于古埃及 随着不断迭代 最终在印度出现了如今最常见的六点型头子 最初头子是占卜问签工具 然而 如今与头子有关的赌博方式多达一百多种 而因沉迷赌博 无数人倾家荡产 甚至失去生命 TOP1 海洛因 阿斯匹林作为世界医药室三大经典之一的药物 数百年来拯救无数生命 而它的发明者霍夫曼也同时创造了海洛因 使海洛因称霸了世界毒品界近124年 海洛因一旦稀释上瘾 停止后会有弑骨的疼痛 在身体各个部位来回交替折磨 从此难以戒掉 发明有利有弊 只有利用好科技 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我是小鑫 关注小鑫说 带你探寻更多世界齐学